美国作家西里的指出两个原因 对日本的处置,本来也该像对德国那样,由各战胜国分去占领 然美国希望由他们单独占领,种种运作之下,虽然在日本成立了盟军最高司令部 实际上,是美军代表盟军在占领 此事及之后一系列事件,造成了后来很多日本人对战争对责认识不深,影响极于当下 那么,当时的情形是怎样的呢? 拥抱战败一夫作者,美国人约翰道尔指出了两大原因 他说,由美国单独占领这种方式的致命问题是 中国等受日本掠夺迫害,最为灾难深重的国家及其人民,在这片战败的土地上,既不会被认真对待,也没有影响力,成为隐形人 他说,亚洲各国为打败日本天皇的陆海军所做出的贡献 由于,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胜利受到的强烈关注,而被忽略不计 他认为,按照同样的逻辑,日本对亚洲各国犯下的罪孽被抛出脑后,就很正常了 另外一点则是关于天皇存废的 书中说,麦克尔阿瑟决定保住天皇 不但如此,他还私下劝阻了天皇身边那些人对退位的质军 公开赞扬天皇是新日本建设的领导者 正是在这种保皇政策之下,处理帝国内政外交二十余年的天皇的战争责任,直接被甩了过 道尔质问,既然连天皇都不必负责 你还能奢望那些普通百姓,会花心力去思考,自己该对这场战争负怎样的责任吗 亲身经历战争者都能轻松讨骨 又怎能期望那些没参与过战争的人有深刻认识呢 本文照片,来源网络,若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好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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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